自从7月份奔跑把节目第5季播出完毕后 不少网友都在等待节目最新情况 很多媒体爆料说 跑男不仅要退出黄金档 而且8位固定MC会有人退出 并且还要进行改版 这些传闻真真假假让人难以摸透 跑男节目也一直未澄清 特别是关于8位成员能否再次聚齐 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在昨天李晨电影空天烈的见面会上 有位跑男粉丝就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全部是关于跑男的 而李晨也挺高兴的 该观众首先问到 跑男第6季要停播 但有没有最新的录制计划 李晨也回答的相当痛苦 在2018年春节前后 将会进行录制 不过大家最关心的还是陆寒和迪丽热巴了 估计受到保密条款限制 李晨在这个问题上说的就相当隐晦了 但是他表示大家喜欢的人应该都在 估计这8人组十有八九又会重聚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